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土耳其 在土耳其首都 抗议者星期一与警察发生冲突 土耳其的示威活动 已经持续进行了11天 安卡拉的警察用水炮驱散抗议者 抗议者向安全部队投掷石块 在爆发最新冲突的几个小时前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在安卡拉对数千名支持者说 他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埃尔多安星期天说 示威者将付出代价 并声称他将不得不使用 他们听得懂的语言